121 《蘋果日報》 《玉家之罪》 2015年7月27日名彩論壇 E05處警力順因兩個局長被炒猶豫 據說一個罪名是沒有做好香港年青人工作 一個是沒有令公務員人心回歸 沒有做好香港年青人工作 是因為太多年青人參加了去年的雨傘運動 很不愛國 公務員人心未回歸則抽象得多 可能跟很多人心中沒有兩真英有關 沒有做好年青人工作是大陸用語 現在大陸的年青人工作也越來越難做了 雖然今天政府還可以召喚年青人做者做那 但年青人也越來越有主意 如果有一天 雪可以無條件派發美國和日本護照 你就可以看出究竟是國家年青人工作做得好 還是美國日本護照的魅力大了 由此可見 所謂的年青人工作沒有做好 無論在大陸 尤其在香港 都是個玉家之罪 由此也可以連大到公務員人心沒有回歸這件事情上 人心這樣東西 其實很催利 也就是選好不選壞 誰好誰不好 人心最清楚 歸只會歸好處 不會歸壞處 一個政府想民心盡歸 首先要做到使民心所歸的好處 你比別人好 天下歸心 別人比你好 民心就歸別人了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不用外國勢力加入 也不用什麼陰謀詭計 若說香港公務員人心未歸 那麼中國大陸公務員的人心又如何? 如今中國大陸公務員有海外關係 也就是家人拿了外國護照的人數 世界各國沒有一支公務員隊伍可語咳敵的 這說明了什麼 為何獨取香港公務員的民心來說是 香港政務司長老公孩子人在兼僑 他心念及家人對於兩真英也是人之常情 難道也關鄧國威事 此一說明了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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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